2022年的新光三月夏日藝術季開展了 今年的主題是方方格格的世界 所有的藝術創作最早 应该都是从一个四方格的画作上开始的 今年的展区划分为四个区域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四个展区之中有哪些精彩出色的作品吧 艺术家罗丹曾经说过 这个世界上不是没有美而是缺少发现 在我们生活中就有一群人特别会发现 这世界上美好的人事物 那就是小朋友 一起来看看今年世界儿童绘画巡回展中 小朋友们画了什么吧 欢迎大家来到斜杠漫画家事件部小庄特展 希望大家透过这个展览 可以重新认识漫画创作的过程 有很丰富的收获 那今年呢我们用这个安野光雅 进入奇妙的数学世界来做策展 就是希望大人小孩都会发现 其实数学没有这么困难 那透过游戏探索的过程当中 孩子会爱上数学 或觉得原来数学跟我们的生活 是这样的接近 在这些地方里面看起来 朝用戏探索的过程中 在或许戏探索的过程中 下次我听过到这些人的安野和眼光雅 就是如果未经许的一个人 在这个人旅上呢 再来看看